手机用了时间长了以后呢 上面的储存空间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慢慢的就不够用了 这个时候呢 想要删除上面的视频和照片的情况下呢 还不想删除 如果删除的话是非常可惜的 删除情况怎么办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两个非常好用的方法 就可以让你轻松的解决手机储存空间小的问题 首先呢解决方法呢 第一种啊就是我们可以把手机上的照片或视频 把它下载到U盘上面 如果没有这种U盘的朋友呢 如果家里啊有老旧的电脑 或者是废旧电脑情况下 其实呢把上面的硬盘拆下来 也可以啊把手机上的视频 照片和一些重要资料 把它下载到硬盘上面也可以 首先看一下这硬盘啊 它的容量都是比较大的 这是一个500J的 像这么大的容量呢 手机上视频照片足够让我们来使用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何把视频照片下载到U盘 或者是硬盘上面 首先下载之前呢 需要U盘连接到手机上 这时候呢需要一个这样的OTG转换头 其实啊买个这样的转换头也非常的便宜 也就是几块钱一个 然后把这个U盘呢插在转换头上面 这时候呢这头啊就可以插在手机上来下载了 如果是这种硬盘的呢 就需要用到一个这样的硬盘盒子 把这个硬盘呢塞到盒子里面 然后这头呢也是一个USB的插头 但这呢还是一样 需要用到这个OTG转换头 把它插在转换头上面 然后呢这边就可以连接手机了 它们两个的操作方法 下载方法都是一样的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呢连接到手机上之后 然后看到上面这个指示灯闪了 闪的就说明啊 这个硬盘已经开始读取了 然后呢打开手机上的文件管理 点开之后看到没有 这个WD这个呢就是现在这个硬盘 500D看到没有容量都是一样的 想要把手机上的视频照片 下载到硬盘上面的时候呢 首先先打开手机这个储存 这一盘呢就是手机上面的储存 点开它 点开之后呢 然后往下面滑动 找到这个相册 看到没有 这有个相册 然后点开它 再打开这个文件夹 打开之后呢 这些呢就是储存在手机上面的 照片或者视频 这个MP4呢就是视频 后边这些呢就是照片 先来导几个照片来看一下 导的时候呢 首先啊 先点住一个照片 不要动 哎 看一下 这换上对勾了 也可以把这个再换上对勾 假如我这四个照片 都需要把它导出到硬盘上面的时候呢 都给它画上对勾 然后呢 在这个下角呢 有个复制 也有移动 用哪个也可以啊 在这可以用个移动 好 点完移动之后呢 然后 可以把它移动到硬盘上面 然后呢 点其他位置 点完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储存到下面这个U盘上面 点击这个U盘 点完之后呢 在这儿呢 看到没有 也可以新建个文件夹 也可以啊 把它下载到这个文件夹 文件夹也可以 咱们在这儿可以下载 可以再 建个新文件夹 照片 打个名字 照片 打完之后点确定 好 然后呢 把这四张照片啊 把它储存到这个文件夹就可以了 到这儿点对勾 看正在移动 OK 四张照片已经移过去了 然后呢 找下 这个硬盘里面 看一下有没有 这四张照片 照片这文件夹找到 点开它 看到没有 这四张照片 已经移过来了 是吧 然后像硬盘上面的东西呢 也可以啊 把它移到手机上 假如硬盘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或者有照片视频 想要在手机上看的情况下呢 也可以把它移到手机上 然后呢 如果不移的情况下呢 也可以啊 就这样 想什么时候看的时候 直接插在手机上 也可以这样观看 首先先看一下啊 我这个就是硬盘上储存这些东西 先点开一个 也可以在手机上实时的来看 看到没有 这个方法呢 就是这么简单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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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